大家好 新年快乐 欢迎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到的则是 银行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为了防止客户被诈骗 各个行员都相当的积极 其中有两位女行员 光是半年之内就联手保住客户 超过500万元的存款 避免被诈骗 银行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诈骗集团大多锁定年老的族群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为了防止客户被诈骗 各个行员都相当激紧 今年初一名70岁的成性老妇人 遇到了假检警 真诈骗事件 依诈骗集团指示 前往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的总社 要汇款时还好经手的行员 发现可疑 立即通报警方前来处理 及时阻止他汇款 成功保住了68万元的养老金 而这两位行员光是在半年内 就联手保住客户超过500万元的存款 避免被诈骗 最近是还蛮多的啦 对对对 所以有那个就是 欧利桑欧巴桑来 就是来领贵来领大额的现金的话 我们都会询问 关心一下他的金钱的 那个资金往来用途这样子 所以对 基本上如果比如说客户的存质 有50万他几乎领光 那一般的客户不会 一般的客户他可能50万里面 他可能只有领生活费 可能10万20万 所以他其实第一个特征就是说 他大部分都会把他的钱领光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会比较容易紧张 只是从他们的神社 他们会比较 对 就是看出他们其实很紧张 对 对会很紧张 然后大部分就是 会坐在椅子上 会做逆栏案 行员说 从许多诈骗案件来看 他们所遇到的客户 来到了林柜 神情都非常紧张 而且都是要提领大笔的金额 甚至要将整个户头的金额 提领一空 就有可能是被诈骗 但是第一信用合作社张协理说 平常对于行员 在与客户对话业务当中 就有加强训练防诈骗 这方面我就要求我们同仁 因为我们经常在做这个教育训练 那会针对这个一些案例的部分 我们会跟同仁做宣导 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个客户 我们感觉上 他有被诈骗的一个嫌疑的话 那我们会利用这些宣导 这些案例去跟客户做个提醒跟说明 那其实我们金融业最大的角色 就是要扮演好一个把关者的角色 我们把客户的钱把它守住 不要让他受到这个无谓的一个诈骗 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这个是我们我们淡水性 一贯的一个宗旨 张协理表示 平常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针对诈骗案例的部分 会加强教育训练 并且从客户的细节去观察 是否为诈骗案件 也建立了与警方的连线机具 而这些行员都是防范诈骗的第一线人员 也能够最先察觉到有怪异的地方 有了淡水一信金融机构 与警方的联手 也才能够保住民众 免于被诈骗集团造成财务上的损失 记者许端一带是三方报道 本屋就被诈骗在两边的存抒